由国防部播出提供空勤总队空中救灾使用的15架黑银直升机 到106年前已经有9架一波 最后6架日前运抵高雄港完成黑银救灾部署 赛考司机的黑银直升机 它是通用型的军用直升机 那因为这个刚好符合我们内政部空勤总队的救灾使用 因为我们的任务化是波音性的嘛 我们平常都是使用在空中的救灾救难 观测征询等五大任务上 最后一批黑银直升机在一波前也返回美国原厂 进行修改增装 搜救寻向器 气象雷达 前世红外线热显向仪等六项配备 以及最终试航验证将大幅提升空中救灾能量 我们目前我们准备有两型直升机 一种是海豚直升机 一种是黑银直升机 那海豚直升机的话因为它的座位高度比较低 它是局限在8000英尺以下的高度啦 那8000英尺以上的部分的话 我们大概就会派取我们的 性能比较优越的黑银直升机来执行 在进入高雄国际航空站内 空勤总队高雄驻地后 将会先进行飞机喷漆 在组合训练完成后 正式加入空中救灾行列 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人间文士和空骂高雄采访报道